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7月31日周一 两市今天高开大幅的冲高回落 走出一根长上引线 并且成交金额今天是放大到了1.1万亿还多 那么在这样一根长上引线之下 很多人又是开始怀疑 长上引是不是本轮的上升已经结束 其实又是到了一个考验信心的时候 有没有牛市到底这个牛市会有多大 那其实从整体来看 我们判断885到3418之后是走一个大2的调整 这是1 然后这里是整体走一个大三浪的上升 这个上升时间 我们之前对应的1走了多久 这里不会短太多 至少三个月以上 因此你也不可能这边就直接快速的一个紧喷的直线式的拉升 那这样三个月之后指数会涨到哪里呢 对吧 不现实 特别是从短线来看 上方 有一个缺口压制 更关键的是我们放大来看 5178以来高点连线压制 目前 同样的压制在3340也就是缺口附近 那这样的情况下肯定是需要震荡去消化这个压制 然后才能完成一举的突破 对吧 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 其实整体对于大盘 个人的判断是牛市的一个初期 也就是大三浪的初期 但是并非一处而就的行情 而是需要反复的震荡消化 并且之前两个多月的一个下降趋势 完成突破之后 肯定不会一突破之后 直接就快速的紧喷行情 而是需要震荡 甚至去做一个回踩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特别对于本轮最强的像券商 以及银行大金融 以DC为主 我们看一下券商指数 证券指数 今天高开的幅度 并没有直接完成高点连线压制的一个突破 那开在线下一直看好视频的朋友 也都知道意味着什么 既然没有直接跳过去 那么短线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大级别的震荡 并且这里还有一个两个高点连线的压制 因此接下来就会处于一个震荡的过程 直到往上突破在我们这条线 然后再往上形成一个加速的行情 所以券商目前除了核心的太平洋 你买不到 那么对于其他的前排个股 今天分化的非常明显 特别是在尾盘的时候有一波跳水 但个人认为 这个跳水没有关系 依然是可以逢低吸纳的阶段 券商整体的上升 无论从底部大小以及本轮上升初始的力度来看 都还远远没有走到头 不要觉得券商板块之前一直是什么渣男板块什么的 就觉得这样一根上影线 冲高回落就直接会形成一个反转的下跌 但就短期而言 短期而言 因为上方面的压制刚才划了线 也是面临一个下降趋势突破 所以即便明天走出一个反包 他也不会一路上去 而是依然需要反复的一个震荡 因此操作上券商 接下来就是跌 不要畏惧 直接去低吸 而涨了 特别是大幅的脉冲上冲 可以做高炮 当然你对于我们来说 因为一直看我视频的朋友也知道 我们在本轮上涨之前就已经借了券商 在这个位置 所以获利已经非常的大 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坐梯的过程 直到下一步行进起来 其实基本不会去做一个检查 只会做擦架 在这个过程中 跌 你不要恐慌 涨起来 也不要去追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关于板块中的个股 太平洋刚才说了 一字板 你买不到 甚至它是有可能做一个穿越的路 从线来看 我们周末也说过 今天大概的一字板 确实早上风单非常的大 几十个亿 然后是一举直接跳空突破了 长期的一个下降趋势压制 那当然明天 由于今天是一个风化 明天看看 它是否有一个炸板 去回踩的一个过程 踩到线 不要恐慌 依然可以低息 当然这有没有 我也不知道 那另外后排的 天风证券 尾盘是做一个炸板 那从整体来看 这样大的一个 横盘的底部 在完成了放量突破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 这里今天是对前期高点的一个突破 并且下方是有一个大级别的 上升趋势 作为一个支撑 因此今天炸板 明天 大概率 是有强修复的 从整体来看 之前说过 高点本轮上升至少会摸到这条线 压制 从时间来看 反正4块5附近 总会到 甚至之后还会突破 一步一步看 所以今天哪怕炸板 你也不要恐慌 特别是明天 如果开盘 然后会有一个恐慌的杂盘 放心 大敢去做低吸 包括像 其实今天中军 中信证券 那这个其实就对我们来说 划线的 就更加容易去判断 周末说过 这条线划好 开在线上 直接低吸 结果没有开过去 没开过去 意味着对这条线 会做一个反复的震荡 直到站稳 然后才会往上吐 那今天其实 尾盘在券商跳水的时候 中军其实还是 比较稳得住的 也并没有一个大幅的回落 都没有关系 这些 虽然说 其实村里面 那个 召开那个会议 然后 大家希望 会有各种各样的 比如像 降樱花税 还有减缓IPO 这些 这样一个政策 它不会马上就出台 那可能 周末没有出台 很多人比较失望 对吧 但其实 这些预期都在 只要预期还在 那么资金愿意相信 板块 就不会直接到头 那什么时候 告诉你 这样一花税 那反而 可能要关注第二天 一个大幅的高开 黑旧板块 差不多 短线 走到头 对吧 至少现在是一个震荡的过程 分歧 不要害怕 我们反复的说过 牛市 特别是初期 都是在你不断怀疑中 不断前行的 你等它调整 等着等着等着 回头一看 它已经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了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另外 房地产 我们就说说几个 热门板块 房地产 非常的强势 但是 今天这样一个上涨 再一次 一级一级的突破 发现了 突破 突破 再突破 那么 走到这里 今天这根线 是没有 开在上方了 之前 上周 周五是直接开在了 减浸线的上方 因此还可以继续往上 那今天这根线 我们再看一下 消息率 30分钟顶部结构 已经形成 那从目前的速度来看 我们周末说过 往上走 要注意一个快速的回落 但是回落之后 这个结构 不会一次形成 它下来之后 至少做二次结构 那么会出现一个调整 因此 目前 对于房地产 我们要长个心眼 不要再去追高 哪怕明天 再往上 往上的话 如果手里有 先做一个对线 但是 如果往下跳水 跳水 也不要恐慌 从30分钟 MACD来看 它走不出 直接的一波流 往下 而是下去之后 还会有个再放 再上升 做一个 30分钟顶部的 二次结构 当二次结构形成 你就一定要注意 暂时回避 等到它完成 整轮上升的一个调整 之后 还可以再去做 那么 所以说 房地产 在面临一个 分歧的时刻 特别是我们看 龙头 对吧 龙胜发展 今天走了一整天的一个烂板 连续的 阴线 反包 然后跌停 反包再上 那走到这里 我们可以发现 明天 它接下来 只有一条路 就是 不断的加速 一旦不能加速 那么就会面临一个 比较快速的 并且幅度 稍微大一点的调整 那当然调整之后 地产板块还可以做 这个是地产 那当然地产像 我们还是 特别是一直看我视频 每期都看的朋友 那你肯定 会知道 我们在兑现了 沙河股份 二连板 涨停板 卖出之后 叫大家关注的 成建发展 成建发展 这个位置 又迟到 二连 也就是沙河 二连 板上卖出 成建发展 再接一个 今天甚至一个躺银 一字板 那明天 我们看看 如果 开盘 开盘位置 是可以做一个兑现的 从整体来看 今天说了 特别是地产 刚才说过了 并且 成建发展 这里也是面临一个 颈线的突破 是不是需要一个回踩 但是 从整体的趋势来看 后续还可以做 高点连线 画一个 在回踩之后 依然还有 包括重南建设 也是在周末视频中 给出的 今天直接低开 低开 拐头往上 穿越金线 可以去买入 同样 可以吃到一个涨 那如果对于 自己手里面 个股 买卖点不清楚的 或者想跟上 我们节奏 操作业的朋友 也可以 用 平时 发朋友圈 或者跟亲友聊天的 搜 古北大阪歌 里面对于 个股的讲解 会比较详细 关注 就可以去看 那当然 今天午后 消费崛起 也是因为中午 出了一个消息 消费这一块 国防发展 中央商场 中央商场 天龙 明天面临高点 突破 并且今天板块 整体是在 消息下 走出一个高潮 那么中央商场 从底部 以及上升 因为它不是 第一波上去的 而是做了一个震荡 再上 这一车背离的 所以面临前高 它不会一次突破 明天 中央商场 都是一个对线为主 包括像国防 国防是否能穿越 那么就要看 颈线位 是否能够站住 包括上方 还有一个缺口 两个点 肯定是需要震荡 但是 可能会走强 那么就关注 这根颈线 是否跌破 它这里 我们可以发现 有高点连线 压值 在这个点 今天刚好达到 那这条线上 知道怎么操作都知道 以这条线 作为一个基准 去操作 从踢差方面 汽车链 汽车链 小鹏汽车链 我们周末说过 汽车今天早盘 跳空冲高之后 是一个卖点 这里 对于前高的一个突破 需要反复的确认 今天指数 也是一个冲高回落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点 这样一个点 它需要去回踩 回踩 有一个下方 做了三角形 突破之后的回踩 然后再去做 因此 在这样的情况下 地产 消费 以及汽车 近期强势板块 都是面临一个 调整的情况之下 而大盘又是一个震荡过程 权重大弯台 那么接下来会回流到哪里 对 人工智能 但是对于人工智能 我们说过 这里是一个反弹 以反弹去看待 因此 如果明天 对于钱 像房地产零售这些 做了一个兑现的 我们可以看 人工智能 做一个短线的套力 上方一个压制 下方一个水平的支撑 支撑已经形成 那么这样的震荡过后 它会有一个 向上突破的过程 当然这个突破 并非反转 而是之后 还会回踩 甚至有一个心底 所以从节奏上来说 科技虎 在经历了漫长的一个 从六月下旬 高点之后 一个调整之后 这里 水平底 位置已经到了 并且今天 周五以及今天 是做了一个 两个少阳线的指跌线 指跌信号 你出来 它会有一个 反弹的需求 对于这一块 套力 如果一直持有这一块的 本轮的反弹 是减仓的机会 之后回到主线 也就是近期强势的 无论是零售 无论是房地产 和提拆的汽车 之后 还会有行情 人工智能 还会需要调整 所以以上 就是近期 我们整体的一个 操作的节奏 把握好 这几个板块之间 轮动的一个过程 那么 八月份 会有一个 比较好的收获 因为 大盘 是真的 起来了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 就到这里